由台湾哈雷车主俱乐部所组成的骑士乌托邦 每年度都会举行围棋十天的会试活动 而今年再次来到了复理乡 8月8号父亲节这一天 煎牛排与复理邻近的学生共享 欢度了一个特别的父亲节 也希望透过俱乐部的引进人潮来带动复理的观光 餐桌上的大牛排学生跟着哈雷骑士学习用刀叉 来享用这份爱的午餐 这是由台湾哈雷车主俱乐部所组成的骑士乌托邦 每年都会举行围棋十天的会试活动 今年再次来到复理乡 8月8号父亲节这一天 煎牛排与复理邻近学生共享 欢度一个特别的复情节 现在我们是能够在复理这边 一个十三个村来开放我们这个村子创生的活动 那当然跟我们就需要一下现在 对我们的香港所有的支持 对我们哈雷骑士来这边很多的相关的部分 那香港这边都非常的 对于非常多的支持 那当然他也提到很多乡民的需求 跟乡民这边的想法 让我们也会尽力来号召我们的哈雷骑士 来这边跟大家共结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连结 前菜以及甜点茶饮都是由哈雷骑士 与复理香农会共同制作 其中牛排可都是哈雷骑士下厨 让孩子们吃到最新鲜最美味的牛排 就是学到西餐的礼仪就是还不错 然后呢觉得 有没有他们也还蛮帅的 然后学到还蛮不错的知识 我们的哈雷骑士特地来到我们的库里 要来派我们的男孩子来共进午餐 那这午餐不特别 就是我们也要稍微上课一下 我们要美美的老师来教我们 我们在做西餐 哈雷骑士表示 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骑士们会到各村来进行交流活动 不仅是吃牛排活动 更是会到各部落来走榜 来体验布里香的风土民情 希望透过俱乐部的引进人潮 带动副里的观光 记者高雄双副里香采访报道